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期课程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让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更加符合ICU的规范和标准 举个例子来说 我有几个Wordpress网站 内容都是原创的 而且保持更新 我在做网站的时候也很在意ICU 包括TDK 占点结构、占点地图、URL长度等等 这几个网站的收录还可以 但是关键词排名不好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改善 本来我都放弃很久了 可是最近得到了一个好东西 而且还是免费的 重新点燃了我对ICU的希望 做课程和各位分享一下 下面直奔主题 先说问题 我做的网站写的原创文章 都是随心写的 目的是把事说明白讲清楚 这种文章写了很多 但是有的排名好一些 而且可以持续带来流量 但是大部分排名不好 没有排名自然就无法给网站获取流量 这些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 为什么有的排名好 有的排名不好呢 百思不得及 你是不是也遇到了同类的问题呢 出现这种问题 经过我目前的分析 我认为原因是这样的 排名好的文章 更符合ICU的标准规范 可能是碰巧多撞上了几个标准 相反排名不好的文章 不是很符合ICU的规范标准 解决办法是 当我们在写完文章以后 还要针对ICU的标准规范 修改一遍文章和标题 或者以后在写文章的时候 直接按照ICU的规范标准去写 那么怎么能让文章 更符合ICU的规范标准呢 这个规范标准都是什么呢 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寻找答案 看过很多ICU的文章和教程 内容都大同小异 说了一大堆 抓不到重点 不知道哪个有用 经过我反复的尝试 最后也没找到 哪几项是重要的 必须得做的 也不知道哪几项是不重要的 可做可不做的 一直很迷茫 现在这个标准让我找到了 我一共找到了21项标准 分为四个类别 而且这些项目还有轻重区别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取舍 文章是否符合ICU 直接会表现在颜色和分数上 实时打分 做对了的项目加分 没做对的项目减分 如果总分是红色 那就是差评 30分以内 如果是黄色 那是中评 31分到49分 如果是绿色 那是好评 50分到99分 每篇文章都要针对这21项标准 逐条修改 实时考核打分 开始接触这个ICU打分工具的时候 有点晕 因为信息量有点大 都是英文的 要想得高分太难了 但经过我仔细研究发现 这些分数绝大部分都可以拿到 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只要认真仔细 针对这21项修改文章 可以达到绿色的高分 我从自己的WorldPrize网站 找了一篇老文章 它的排名相对较好 看访问统计 这篇文章可以从搜索引擎 获得一些流量 经过这个工具分析之后 发现这篇文章击中了 这21项标准的很多指标 虽然不是绿色 总分也不高 但比其他排名不好的文章的分数 要高一些 后来经过一番调教 这篇文章得到了85分 显示的是绿色 由于这21项内容很多 我尽量都给大家说到 以我修改这篇文章为例 分享给各位看 希望都能学会 根据规范修改文章 评价为高分绿色之后 剩下的就交给搜索引擎和时间了 虽然还不知道结果 但我觉得会越变越好 未来可期 因为这些考核标准是健康的 而且是适度的 不算过分 其实这21条规范里面 大部分内容 我以前都知道 都了解过 但我不知道它们很重要 就没在意 给忽视了 亡羊捕捞 未未完也 最后还有个问题 这个工具是针对 谷歌搜索引擎的优化 那它适合百度搜索吗 还有360搜索 等等其他搜索 我觉得搜索引擎的 主要算法都是通用的 我们的文章 变得更适合谷歌搜索 应该在其他的搜索引擎上 表现都会变好 我很期待 另外 学会了这个方法以后 网站的几乎每篇文章 都要修改 工作量那是很大的 也会花很多时间 可以按照重要性 一个一个的修改 这是好事 慢慢来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你 下期开始进入 实际操作环节 我是Eshia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